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工企业的消息 今天上午彩虹林教育代表 中央选计委员会 立任工企业投资金算总部 办法动算净书和新科工企业投资金算 谢谢当年的两人 最健欢未来打造进健康美好的工企业 中央选计委员会委员 彩虹林教育 特别座高天南下 专程为投资金算办法动算第九回 工企业投资金算净书 除了立合并标的机器 困定投资金领域 相信将一次未来将新闻健康比较的消息 市长能够当选 我们非常高兴 希望嘉义市成为一个台湾模范的城市 过去嘉义市 有好几位是医学界的人在做市长 现在我们是新任的市长 也是在医学界 我们希望使嘉义市能够成为 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示范的健康城市 接下动算禁书投资金领域心情领域表辞 之前并不知道是财教育来送禁书 这个望中的财胜林教育办法禁书意义境特别 代表社会正向的利益 他说希望嘉义可以变成一个由医师助理的展现白色力量来成为 健康的一个全世界最典范的都市 最新新闻 草皮董 嘉义市 彩虹报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